各位阅读经营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欧雅科技教育总监凯宇 很快的我们进入了心理学家经典系列的第二阶段 在第一阶段我们谈论的是弗洛伊德这一位心理学家 他的一个背景和他所提到的理论 还有呢,他对人的一些观点 那他怎么看待人的行为和行为背后是受到什么的影响 最后呢,我们就谈到他的经典著作《梦的解析》当中的一个段落 所谓的典型的梦 有哪些梦呢,是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做 而且它的原因来源所指向我们内在的渴望 都是往往是同样一件事情 可能呢,很多人听完之后 包括我当年在开始研习心理学的时候 我学习完弗洛伊德他相关理论 我只得到一个结论 叫做不喜欢,叫做不舒服 因为呢,他所呈现的是一个 好像人总是会受到这个本能的驱册 好像人是一个奴隶 而奴役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本能 但是呢,随着我学习心理学越来越精越来越深之后 我就发现其实在很多部分 弗洛伊德其实是起了一个起头的作用 更重要一点是 你会很好奇一件事情是 在一百多年前的他和他的社会背景 和他那个时候的知识体系的状况之下 他能够对人会有这样的观点 或能够提出这么理论丰富 而且架构完整的人格学说 你都不得不佩服他 不仅是他的一个学说 更重要一点是他的一个智慧 其实呢,他的一个很多的想法跟理论 在很多的电影,在很多的戏剧当中 都会做一些具体的呈现 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接触他的理论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原来他是发自于 这种弗洛伊德他的一个理论所衍生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在很多戏剧的部分当中 可能你会看到很多的所谓的内心戏 一个人呢,怎么在道德跟他的这个欲望当中 去做挣扎 那这种电影的描述其实就是非常的弗洛伊德 一个人呢,怎么去处理他的父子关系 他的母女关系 那他怎么样跟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 成为一个竞争对立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东西也是很弗洛伊德 那当一个人呢,他这个可能他现在的异常行为 怎么样受到他童年的影响 怎么在小时候呢,因为受到某种的屈辱 或者某些人的欺负 导致他长大那种变态行为 那这个其实也很弗洛伊德 所以呢,其实你不得不佩服他 但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他所研究的对象 多半是以病人为主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批评他咯 你这个根本就是病人所衍生出来的心理学 既然是病人,既然是异常的人 所衍生出来的心理学 怎么样去解释正常的人呢 所以呢,各位 这些批判就衍生到后面 对于人格学说和心理学说的百家齐放 百家争鸣的一个现象 在这些百家齐放对他的很多的批评反动当中 其实有一些人 尤其跟他年代相近的人 其实有些人都还是他的学生呢 就是跟他这个互动 跟他学习的过程当中 发现其实弗洛伊德跟他父亲一样 其实也是个蛮专横的人 而且呢,他的一个专横 导致他当年的一个学生 只要有任何的这个 对他的学说或对他的理论 有任何批评 或者是提出任何的反动 都会惨遭他的这个封杀 或者是惨遭他的排挙 排斥 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提出的这一位朋友 也是当年跟弗洛伊德一起衍生 一起共同探讨人格心理学 一起研究人性的一位朋友 他的童年经验 在他跟父亲的关系 在他自己本身对自我的意向 对自我的态度 在自信 欲望 和动机的部分 其实都很明显的可以发现 他跟弗洛伊德是完全的不同典型 那也因为这样的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典型 但是却接受了弗洛伊德部分的理论 你会发现一件事 他到最后衍生出来的东西 会跟弗洛伊德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他究竟是谁呢 可能很多人听过 但是呢,我相信可能大多数人没听过 就一个所谓的心理学 或者是我们说 这个治疗的一个心理治疗 心理諮商的一个角度来说 他其实是一个鼻祖式的 鼻祖型的人物 而且他对于后续 比如说对于这种团体治疗 对于这种儿童治疗 甚至于他是很多心理学家 在那个年代父权威权时代的时代 时代背景之下 那个时候他是可能是第一个吧 提出两性平等的一位心理学家 他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阿德勒 那阿德勒呢 他对人性是怎么看的呢 他没有把人描述成为 本能冲突的牺牲者 他也没有把人定位在 生物力量和童年经验上 生物力量就是我们刚刚说 那些原始的本能 受到那些原始本能的控制和左右 他称他自己的取向 称为个人心理学 因为他焦点是放在每个人的独特性 他不认为每一个人都会像弗洛伊德说的 受到本能的驱使 他认为每个人是独特的个体 而且呢 他否定弗洛伊德 归因到我们身上的生物斗机 和目标的普遍性 而这边所谓的目标就是 满足本能的目标 所以在阿德勒的立场上 每一个人一开始就是一个社会人 就是要参与社会 就是要加入社会 我们人格呢 是经过我们独特的社会环境 和我们个人的特性交互作用所塑成的 而不是怎么样 我们的这种生物性的 比如说性啊 饮食男女啊 不是这种所谓的本能的满足 所造成的 所以他对于弗洛伊德而言 性的这个原始重要性 是对弗洛伊德而言 相对弗洛伊德认为 性的原始重要性 是人格决定和人格形成的因素 但是在阿德勒的理论架构当中 他是完全忽略 他完全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待会你会发现 这个在阿德勒的成长背景 也明显的表现出来 这就呼应了我所提到的 其实每个人他现在的表现 都会怎么样 都会反映出他过去的一些经验 我们如何跟不同的人互动 就是你要去接纳 每个人的不同性 我们拉回来 他说 他摒弃了 阿德勒其实摒弃了弗洛伊德 他所说的这种 所谓的看不到 和不能控制的这种原始的趋利 阿德勒认为 人是有主动性的 人不是被决定 人是可以决定自己的 现在跟未来的 包括呢 阿德勒认为 每个人都有自我的创造性 和未来导向 都是指向未来 不是因为过去 不是因为童年 我们受到什么问题 也不是因为 我们生物力量 比如说那种性啊 这种饮食男女的渴望 造成我们现在这样的状态 而且更重要一点是 对阿德勒而言呢 你现在怎么想 你现在怎么感觉 而不是所谓的潜意识 才是重点啊 去研究你现在怎么想 你现在怎么做 会比去研究那些 虚无缥缈的潜意识 来的有意义 阿德勒和弗洛伊德 他们两个人 是在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城市 而且呢 在相同的大学 受训成为内科医生 但他们却有相当 不同的理论创造出来 他们之间相差了14岁 我们可以看到 对弗洛伊德而言 阿德勒的童年 或许预示了 他对人性的看法 我们来看阿德勒的生平 阿德勒的生平是 他从 他在1870年出生 然后呢1937年过世 他的童年相较于弗洛伊德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说弗洛伊德在童年 是一个很优越的表现 一个很受到母亲疼爱的 一个小孩 然后呢 他的父亲呢 弗洛伊德的父亲 是非常专横的 但阿德勒刚好相反 阿德勒的童年 跟优越一点关系 有没有 阿德勒的童年 被认为是多病 而且呢 随时会受到死亡的威胁 他刚好又有一个 非常强健的大哥 所以他非常嫉妒他的大哥 这个时候 而且弗洛伊德 我们不要忘了 弗洛伊德他是长子 所以呢 你会发现 阿德勒他的大哥 表示阿德勒也不是长子 所以为什么阿德勒 会这么认为 为什么会 阿德勒在后面 会提到他的人性观 这么认为 其实真的 在某些部分 我们必须佩服弗洛伊德 真的是童年经验的影响 OK 我们看 他在童年的时候 他患了一种病 叫软骨病 使得他不能和一般孩子 一样的玩耍 在他三岁的时候 他甚至于目睹了 自己的亲弟弟死亡 在这个床上 死亡的情景 所以在四岁的时候 阿德勒 他自己也得了肺炎 几乎要丧命 那个时候 他在意识朦胧的时候 他还听到 医生高科大父亲说 你的儿子不行了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 他日后决定 他要去做一个医生 避免他的 这个至亲所死亡 包括他自己啊 因为他的一个疾病 他的体弱多病 使母亲 在他刚出生不久的时候 非常纵容他 但是在他两个 在他两岁的时候 因为呢 他另外一个 这个婴儿 他的弟弟 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 结果呢 被他的母亲 可能是那个时候 他认为母亲拒绝了他 可能他有一些需求 然后他认为母亲 可能冷落了他 忽略了他 但也在此同时 当母亲拒绝他 当母亲不再像过去 这样照顾他的时候 他却得到了父亲的宠爱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他跟他的这个父母亲的关系 是完全跟弗洛伊德 刚好相反的 所以呢 在阿德勒 在他这个成熟了之后 在他成年之后 当他接触到弗洛伊德的理论 到最后他会抛弃了弗洛伊德 认为的恋母情结啊 等等的部分 其实这从阿德勒的童年经验看来 其实是非常呼应的 因为弗洛伊德有一个冷漠 而且专恨的父亲 但阿德勒有一个 跟他非常贴心 非常照顾他的爸爸 所以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哦 那阿德勒他在小时候 也非常嫉妒他大哥的 一个健康跟活力 因为他大哥 他可以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和运动 阿德勒自己回忆说 他记得他小时候 是坐在凳子上面 因为软骨症 所以呢绑着绷带 他健康的大哥 就坐在他对面 不费力的跑 跳 玩耍 但是他呢 任何移动都要费劲努力 所以这也导致 他在这个小时候 面对他的兄弟姐妹 和他的邻居的小孩 感觉他非常自卑 因为呢 他身旁的人 几乎都是很健康的 那自卑这样的一个议题 也是阿德勒认为 人之所以 他会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能够决定于自己的现在跟未来 一个最主要的动力 这就跟弗洛伊德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弗洛伊德你可以从他听他的生平的过程 你会发现 他从小到他几乎没有所谓的自卑啊 他为了看书 他其实他们全家其实是 是完全支持他的学习 他没有所谓的自卑可言 因为他又是一个长子 他学校表现非常的好 所以呢在他的童年经验当中 他因为身体的缺陷 所以呢他为了努力克服他自己的自卑感 弥补他的缺陷 他就呢开始呢 这个他就不管他自己矮小啊 笨拙啊 其貌不扬啊 然后呢他使自己强迫自己哦 加入这个团体 加入游戏当中 那渐渐的他也赢得了身旁朋友的自尊 对他的尊敬 和这个社会环境的接受 所以在他的理论当中 他认为一个人的社会性 是决定于这个人的一个行为 最主要的原因 这是一点都不会意外的 因为在阿德勒的理论当中 他非常强调同侪团体的重要 并且说明呢 童年这个与手足家庭 除了家庭以外其他孩童的关系 是这个 是一个人 人格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弗洛伊德是一个非常 功课非常好的小孩哦 但是呢在阿德勒刚好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典型 阿德勒刚开始求学的经验是非常不快乐的 而且呢是一个平凡的学生 甚至有个老师认为哦 他不适合做任何事情 建议他的父亲让他去做一个学匠 然后呢 阿德勒他自己哦 不仅如此 他在数学方面也表现非常差 但他坚持下去哦 他从班上数学的倒数第一名 到顶尖的学生 所以他很多部分 他的童年故事看起来像一个悲剧 但是呢 他这样的一个悲剧 却也为他怎么样去克服他的自卑 去克服他的缺陷 去设立一个前提 和他未来人格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那阿德勒他自己本身哦 从自卑感的部分哦 其实是这个 这个衍生出他的一个理论哦 甚至于他自己本身 在于他的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书籍 在他的书籍当中哦 写到一段话 他说 我们清楚的看到 在我童年事件 与我所表达出的观点间 有很清楚的一致性 那有一位作者 他是写阿德勒的传记 他就把阿德勒的传记哦 下了一个次标题 叫做战胜自卑情节 好 那阿德勒呢 为了完成呢 他小时候所立下的目标 要成为一个医生 所以呢 他那个时候在维也纳大学读医学 他刚开始是学习眼科 但是呢 他不久就转入一般医学 尤其他对于那种不治之症 非常有兴趣 但是后来呢 他自己感受到一个很强大的无力感 没办法防止死亡 而且是 他有一些病患是很年轻的病患 都没办法去这个挽救他们的生命 所以他后来选择 专攻神经和精神病学 从1902年开始 阿德勒就和弗洛伊德合作了九年 那个时候呢 这个弗洛伊德呢 就拜访阿德勒 并且和其他三人 每隔一周就到弗洛伊德家中 讨论精神分析这个学门 但其实弗洛伊德跟阿德勒的关系 一直是非常不亲密的 弗洛伊德甚至于说 阿德勒让他感觉很烦 然后呢 阿德勒也从来就不是弗洛伊德真正的弟子 或者是学生 也从来没被弗洛伊德分析过 甚至于呢 弗洛伊德的一位同事 抱怨阿德勒 没有那种探索潜意识的能力 于是呢 他被这样否定的一个关系 使阿德勒 他把自己的理论 建立在这个意识上面 他认为他不像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很重要 他认为意识比较重要 你这个时候怎么感觉 比你的那种 比你那种潜意识 来的重要太多了 更进一步来看 在1910年的时候 阿德勒成为 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主席 然后呢 成为这个 精神分析协会刊物的共同主编 这个时候呢 他虽然是精神分析协会 这个是以弗洛伊德理论为主的 他当了主编 但是呢 他开始对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 去做一些批评 所以呢 一年之后 在这么格格不入的状况之下 他就离开了 与精神分析所有有关的机构 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心理学 叫个人心理学 那那个时候呢 弗洛伊德 对于阿德勒的背叛 他的反应 是非常讽刺和敌意的 在弗洛伊德的愤怒里面 他鄙视阿德勒的身高 那阿德勒比弗洛伊德矮了五寸 弗洛伊德甚至于说什么 他使一个矮子变得伟大 弗洛伊德说 他使一个矮子变得伟大 那阿德勒对弗洛伊德 也表现出这个反唇相机啊 他认为精神分析根本是丑恶的 那在1912年的时候 阿德勒创立了个人心理协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奥地利的军中服务 然后呢 在维也纳组织了这个 政府公立的儿童咨询辅导中心 所以呢 他算是这儿童之上的开山始祖啦 然后呢 在他的这个诊疗中心当中 阿德勒介绍团体治疗 其实他也是团体治疗的先驱 在1926年的时候 他在美国做了很多次的访问 并且教了一些 教了一些他的自己的理论 而且做了一些很受欢迎的演讲 在1937年的时候 他在苏格兰做了56场的 这个演讲式的旅行 但是后来呢 因为心脏病发而死亡 各位我们综合看他的一生 其实他一直都是在 自卑跟超越之间 去做一个摆档吧 可以这么说 我们说其实一个人 在你身旁的朋友当中 包括你自己 有没有因为过去 你所缺乏一些东西 所以在你成人 或者在你有掌控力之后 你会极力的去弥补他 比如说我们说 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那段时间 是因为这一群 可能五年级的朋友 在他们四五年级的朋友 在他们的童年时期 真的是穷怕了 所以呢 当他意识到他可以去克服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去 他那种很贫穷的那种自卑感 造成他那种追求财富的强大动力 就如同阿德勒小时候 面临那种死亡的恐惧 造成他想要成为一个医生 去克服这个恐惧的强大动力 所以呢 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自卑 和自卑与超越的一个讨论 其实都是由阿德勒开启这样的探讨 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弗洛伊德在里面的影响跟影子 其实呢 即便这个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中 对梦的解析 对潜意识的看法 是不同于阿德勒的 甚至于阿德勒完全否认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会从他的著作当中 也会发现这些影子的存在 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看哦 阿德勒他有一本书 这也是我这一次要为各位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本书叫做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人呢 常常都要找寻自己生命的意义 人到底为何而来 然后呢 为何而走 那在每个人生命的流向当中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要往哪里去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贡献 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自己的人生 从很多面向来看的话 其实呢 在这本书 其实是非常值得读的 我必须这样说啦 就是说如果跟梦的解析比较起来的话 它真的比梦的解析好读多了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本书 其实是在阿德勒晚年的一个经典著作 算是他在晚年当中 及其他大成的一个著作 他里面有十二个章节 他分别讨论什么呢 第一个生命的意义 生命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怎么看待生命 在我们仅限人生当中的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或者有些人幸运九十年一百年当中 我们怎么去定义它 我们为这样的一个时间岁月当中留下些什么 那这样的一个时间岁月的一个生命的过程 我们怎样去让我们的意志 或者是让我们去定义自己这有限的生命当中 却有一些无限的价值 这是他第一章所说的 第二章 他谈到心灵与肉体之间的关系 心灵的能量和肉体之间 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身心的一个互动 所以阿德勒其实他非常强调身心互动的 第三章 自卑感与优越感 自卑感其实是我们人格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我们因为自卑 所以我们去改善 我们因为自卑 所以我们去解决问题 有些人为什么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状况 是因为他的自卑 他所选择的解决方式 是对社会没有帮助的 在阿德勒的学说里面 自卑和社会感 我们的翻译叫做社会兴趣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同样的 比如说有些人小时候穷怕了 他可能会选择用努力的工作 去克服他穷怕的这个部分 所以他努力工作 造成他对社会有贡献 他对社会有贡献 造成他更能够融入社会 更能够为社会或者是同侪造成贡献 那这个时候 他的自卑感就被导向到一个正面的部分 但是有些人的自卑感 因为他很穷 所以他选择偷拐抢骗 所以我们知道 偷拐抢骗是不容于社会 是对社会有害的 所以一切的一切 都是源自于贫穷 所造成的自卑 但是如果你做的事情 是符合社会兴趣 社会所能接受 或者对社会有帮助的 那就是好的 如果不是的话 反之 只是为了去弥补 你这种穷的一个状态 其实往往会对社会造成一些破坏 伤害 对你个人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第四章谈到的是早期的记忆 所以呢 我们说还是有弗洛伊德的影子 一个人早期的记忆 怎么去影响一个人的现在跟未来 第五章呢 梦 阿德瑞他对梦的看法 其实跟弗洛伊德不一样 弗洛伊德认为梦就是一种 潜意识欲望的满足 但是呢 阿德瑞认为他是一种遇事 或者是一种补偿 把我们呢在现实之间还没做完的事情 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演练 或者是一个呈现 那在他第六章当中谈到的是家庭的影响 家庭怎么影响一个人 所以呢 阿德瑞认为一个人的一个人格塑形 并不是受到于那种 所谓的本能 那种兴趣力的一个左右 而是家庭是会影响一个人非常大的 第七章 他谈到学校影响 同侪一个人怎么去建立他的同侪感 第八章青春期会有一些状态 第九章犯罪和他的预防 第十章工作中的问题 十一章个人与社会 第十二章爱情与婚姻 所以你会发现 阿德瑞他整个结构当中 他并不是把人当成是 像弗洛伊德说的一个能量系统 他认为人是要建立在相对于社会的意义 才是值得讨论的部分 一个人他之所以健康 心理的健康是来自于他的社会感够强 一个人之所以适应不良 是因为他忽略了社会能不能接受 或者他怎么对社会有贡献的部分 所以这本书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其实他的篇幅 不敢在篇幅和试读性上 他其实都是这个会比较会比较轻松的 所以呢也希望各位 他里面12个章节你可以每天 或者是每两天看他一章 那对于你人生的一些态度 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启发 那在这本书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的序言当中 他就有写到 在这本序当然是一个台湾人所写的序 他里面写到 到底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 更明确的说 人的生命有何意义 在这个问题 其实全世界在各个学门 不管是哲学还是科学 然后呢在各个重大的文明 重大的这个 重大重大的文明 或者是重大的这个理论 都有去探讨这件事情 并且呢 借由时间的更替 把这些所思考的结果 借由文字所记载下来 从我们说这种 这种 这种所谓的 未文明的状态 人呢 是受到这个 军权神兽的一个状态 一直到这个人文兴起 一直到民主 其实这个问题哦 不会随着 这个智慧的 或者是科学 或者是文明的不断的进步 而减少他的探讨 反而他会更为重要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杀 就是不知道生命 对他意味着什么嘛 一旦生命对你没有意味着什么 就代表你有没有生命就不重要了 所以呢 就干脆不要他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生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一定要好好去研究一下 那阿德瑞呢 他在他生命当中最鼎盛的时候 写下他后期的亚卷之作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书中所说的 就是针对生命的意义 这一个很广大 但是又很经纬的人生药益 透过各种病例的剖析 和病例中神经症及精神偏异的患者 长期接触所推导出来的总结研究 就像前面所说的 要揭开生命的意义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不管是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因为呢 其实人哦 他的身体跟心理的组合 在阿德瑞认为就是一个小宇宙 而这个小宇宙 他结构非常的繁复 他的体积虽然很小 但是呢 他的庞大 他的蕴含的能量 却有如同不断膨胀的心迹 所以呢 剖析的困难 对于一个 执着于探索人类真相心理学家来说 这样的一个困难 反而是他的最大动力 就因为难 就如同他的理论说 就因为不能 就因为自卑 所以他想办法超越 阿德勒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那阿德勒他的看法 从人刮刮坠地之后 都都必须要扛着这三个束缚 度过他的一生 这三个束缚是什么呢 第一个 人被局限 在这个地球 这样的一个地方 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 确保后代的繁衍 必须发展出自己的肉体和心灵 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强调什么呢 就强调你的职业 因为我们受限于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拥有自己安身立命 可以创造的一个职业 所以呢 阿德勒他探导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是职业的关系 职业对你意味着什么 那所以呢 如果你这方面困扰 你可以看这本书 第二个 他说呢 每个人身旁 周遭都有其他的人 与他们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自称是自己 是此事唯一地球独有 一个人呢 如果想要这个 孤独的过一生 靠自己的力量 去解决 随时会发生的问题 其实是不可能的 就连鲁宾讯 其实都真的没有办法 能够完全的去过 这样的一个日子 所以阿德勒就认为 除了职业之外 第二个 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就是社会性 你跟你的亲朋好友 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如何 你到底对于这个环境 到底你对于其他人 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对其他人 是真的有兴趣的 其实你是有贡献的 所以这是他所强调 我们刚刚有提到 一个所谓社会兴趣 是他非常在意的一个话题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约束是 人呢 都是由两性构成的集合体 经由爱情的洗礼 婚姻的木画 然后呢 迎向与时俱进的 两性交融时刻 所以呢 生命的意义在于 奉献和合作 在生活当中 碰到的种种问题 能够加以解决的人 从他们行为 居住当中 你们可以看到 他已经完全的了解到这一点 所以呢 第三个束缚 就是什么 就是两性的部分 在 在这个阿德勒他所认为 这三个束缚都相对应到三个关系 职业 社会 跟两性 一个健康的人 就是他在职业 社会 跟两性关系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的人 那当然 之前也有提到 阿德勒 他是所有心理学家 最先重视 两性平等的 这也是他一个很卓越的贡献 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会归结到同类的利益 他克服困难的时候 所采取的策略跟方法 都会避免到别人的损失 所以在现在社会 其实社会事件层出不穷 而且呢 随着社会发展 所造成的一些犯罪问题 阿德勒他提出了主要的症结 为什么会产生犯罪 他的源头其实是家庭的变化 儿童时期呢 承受了一些贫穷的煎恼 生理缺陷的折磨 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形 所以呢 阿德勒我觉得 他对于一些异常行为的解释 可能会比弗洛伊德更为广大的 那当然弗洛伊德他在后期 他有提出一些 对文明的看法跟反动 比如说弗洛伊德有本书 叫做文明极其不满等等的 那这个各位都可以去 有时间的话可以去阅读一下 所以呢 阿德勒认为 其实为什么一个人会犯罪 其实跟一个精神上面有问题的人 所产生的成因是一样的 这些社会的边缘人 就如同这些神经症患者一样 最主要呢 我们要先取得他们的合作 然后引导他们对其他人发生兴趣 能够感受到其他人的一个善意 对于这种人来说 体罚是没有用的 反而会得到反效果 使呢 这些罪犯更相信这个社会 对他充满敌意 所以阿德勒认为 一个人为之所谓犯罪 是因为他是社会性去有问题的 他认为社会对他是有敌意的 所以呢 总的来看哦 阿德勒非常重视人的 在儿童时期的经验 他所接触到各种这个 精神疾患当中 他得出了早期记忆 对后来生活上面的各种影响 他其实也很重视梦的解析 但是跟弗洛伊德不一样的一点是 他不认为梦呢 可以用一套公式来诠释 更不可能去用一个标准 去诠释梦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符号 和他的隐喻 他非常重视启发病患的主动性 而且就在这一点而言呢 用在探索罪犯内心世界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各位 你听到这边 你感觉阿德勒 他在你脑子里面勾勒出来的图像 或者是你对于他的人格理论 你比较倾向于 你认为人是受到本能的一种影响 一种你不可抗拒 一定会产生的这种趋利的一个左右 还是你如同像阿德勒认为的一样 人呢 其实是不断在自卑与超越当中 去建立起社会兴趣 你喜欢哪一个呢 各位 你如果喜欢其中的一个 奉劝你一下 不要去讨厌另外一个 因为每个人不同的背景 衍生出他不同的世界观 不同的世界观 的集合 也就是造成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世界 人类之所以丰富 生命之所以无尽探索的主要原因 我是欧亚科技教育总监 第二阶段的语音档到这边 那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推动 书香社会阅读人生 再会 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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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